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中国短片应用程式 抖音海外版TikTok交易的大限将至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美国软件公司甲骨文公司 还有TikTok都异口同声证实 甲骨文和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了协议 成为TikTok在美国的信任技术伙伴 双方都已经成交了进购提案给美国政府 美国企业软件供应商甲骨文公司 确定打败美国科技巨部微软 与短片应用程式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 成为TikTok在美国的信任技术伙伴 目前只差美国政府正式点头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证实 政府在周末收到了甲骨文禁购TikTok业务的提案 接下来将交由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审查 交易最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下的期限 也就是这个星期日完成 TikTok在同一天也发表声明表示 他们相信成交给美国政府的提案 将解决特朗普政府的安全隐忧 另一边乡的甲骨文证实消息时也说 他们将会成为TikTok在美国的信任技术伙伴 不过字节跳动与甲骨文交易的关键细节 模糊不清 目前仍无法确定 他们会否通过华盛顿监管机构的要求 甲骨文竞标的消息传开后 美国著名街头用户针对这款短片应用程式的命运发表评论 在TikTok拥有数百万名追随者的美国牙医温特斯认为 如果最终TikTok被迫关闭美国业务 形同一种刑事罪 可以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Brital It would be very brutal Unfortunately, when you work so hard to make something happen for two years And I have almost five I have over six million followers on the app total So to lose that would be pretty devastating to me Obviously, we don't want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Do I think that governmental workers in the Pentagon and the White House should have TikTok on their phone? Probably not I don't think it's smart to have such sensitive data 温特斯也反問 如果美國公司決定競購TikTok 並將數據儲存在本地 那麼美國政府還擔心些什麼呢